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俄罗斯却无法获得吞并克里米亚的合法性 那么他战争的目的基本上就只达到了一半 也就是说这就不能算是一场胜利的战争 这对于普京来说他也是难以接受的 至于顿巴斯地区呢 这个倒是可以商讨的一个谈判筹码 其实完全让顿巴斯独立 或者说让顿巴斯并入俄罗斯 那么西部的乌克兰将会和俄罗斯走得更远 俄罗斯也就更缺乏能够控制乌克兰的手段 所以一般认为顿巴斯保留在乌克兰境内 但是获得最大的自治权和对乌克兰政局的影响 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说反而是最有利的 所以目前顿巴斯地区的这个问题呢 恐怕还不是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最核心的问题 双方最核心的分歧 依然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 在目前乌克兰民族主义被战争高度激发的这样的情况下 要承认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抢走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解决的办法呢 也许是一场公正性 能够接受国际检验的公投 因为你现在如果公投啊 克里米亚公投的结果 更大的可能是并入俄罗斯 因为这个地方 毕竟俄罗斯族的人要占到65% 而乌克兰人只有15% 所以如果乌克兰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公投 而西方也不从中作梗 这恐怕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出路 乌克兰就可以体面的交出克里米亚 但是问题是 西方恐怕也不愿意看到克里米亚归入俄罗斯 因为这样的话会大大的加强 俄罗斯在黑海上的实力 从而从东侧威胁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从北方威胁到土耳其 这些可都是北约国家 要知道俄罗斯和西方在历史上的冲突啊 很大一部分就是围绕着黑海的控制权的争夺 所以克里米亚归属的问题不仅仅说是一个小的半岛归谁的问题 而是整个这个黑海归谁的问题 这个就进一步的加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那么很多人会问 克里米亚既然有那么多俄罗斯人 历史上又是因为苏联的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被送给了乌克兰的 那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你不放这个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回答起来非常困难的问题 简单的说 克里米亚并没有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都认可的一个归属 首先我们前面说克里米亚也有15%的讲乌克兰语的人 那你要是现在归了俄罗斯 他们怎么办 另外啊 在1991年苏联崩溃的时候 克里米亚实际上举行了很多次 起码是两三次公投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他们是左右摇摆 最后是勉强的归于了乌克兰 而这个最后的决定呢 其实里边受乌克兰方面的控制是比较强的 或者说是乌克兰强烈的影响了克里米亚的最后一次公投的决定 所以克里米亚并非是在完全自由自愿的情况下 做出归属乌克兰决定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克里米亚的归属确实是存在争议的 法律上的归属 历史上的归属 情理上的归属 这个三个角度来看恐怕很难得出同样的结论 他得出的结论会不一样 所以要真正的解决克里米亚问题 必须要通过一次各方都承认的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情况下的公民投票来解决 而这种解决方式恰恰恰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克里米亚人都缺乏的一种信念 如果真的有这种投票 我的预测 无论有多少国际观察员在场监督更大的可能是输掉的一方永远不承认公投的合法性 你等于是在白费劲 你不像英国公投脱欧 完了以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但是大家既然公投了 大家都承认这个公投的合法性 俄罗斯 乌克兰 克里米亚可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无法在历史中学会教训 总是重复着历史上的错误 其实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 短期的军事征服已经很难再像古代那样形成一个稳定的战友 武力只会给自己在未来带来更多的麻烦 但是这一点总是被忽略 这历史教训有点像健康食谱 人人都知道那是正确的好的饮食方式 但是能够接受健康食谱的人并不多 包括我自己也拒绝健康食谱 这就是人类的悲哀 俄罗斯人永远无法让别人喜欢自己 他们总是试图去征服别人 在全球化的今天 朋友和联盟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这个可以确保各参与方 能够得到自己在全球化协作中 可以接受的利益分配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那个潜艇合同产生的那个危机上 法国会感觉到自己被背叛了 愤而撤回了驻美大使 两国首脑立刻就进行了直接的对话 美国同意在欧洲安全事务上加强对法国的支持 得到了法国的谅解 法国大使一周之后就返回了美国 这个是一种现代文明国家之间解决矛盾的方式 另外就算是一些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的国家 甚至是文明上有冲突的国家 也纷纷的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建立一种可以和世界合作的这样一个平台 中国的这个平台是建立在制造业和商业之上 商业利益的磋商是中国和世界进行对话的一个主要的渠道 日本的平台是建立在技术上 对日本技术的信赖决定了日本在全球化合作中的地位 21世纪要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成功 恐怕已经不能用之前的 谁占领的土地更多 谁的国民生产总值更高 这样的标准 而很可能将会把 谁和世界的合作程度越深 谁就越成功 来作为一种新的标准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俄罗斯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国家 这个国家迄今为止 除了能够提供一定的能源和武器以外 俄罗斯和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合作 他们依然使用着19到20世纪的那种观念 想象着一个用拳头就能打出来的 伟大的俄罗斯 这儿我想多说一句 中国人也应该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俄罗斯人是按照自己的历史惯性 依然崇拜着武力和征服 依然相信这个世界谁的拳头大 谁就占便宜 而中国人呢 也差不多 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相信 所谓的计谋 依然以阴谋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认为谁更狡诈 谁的计谋更能够算计对方 谁就能够占更多的便宜 这两种世界观其实都并不符合 现代世界的真实原貌 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 利益的博弈越来越倾向于一种 建立在双方充分沟通基础上的 协作式的博弈 这个有点类似于像商业合同的形成 在商业的往来中也存在像大公司欺负小公司 这样的现象 但这种欺负的基础是建立在供需关系上 而不是建立在强迫和掠夺上的 商业上的长期的合作靠的是相互的信任 虽然现代的商业合作也并不是最公平 最理想的一种合作关系 但这是基本上摆脱了人类早期的弱肉强食野蛮博弈的 但是要理解这一点 要相信这一点 整个人类还需要一些时间 俄罗斯就不相信 中国恐怕也不相信 俄罗斯的悲哀不是他们不够强大 而是他们不够现代化 以上是今天的命差秋毫 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和关注 也感激后期制作人员的辛劳 我是主持人Nary 我们下一次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